可能有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或是教会的长老执事 或是教会的牧者 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儿童事工就是一个baby sitting 可能父母觉得就是有人来照顾了孩子 能够安静就好了 基本上这是一个好的东西 这不是一个不好的 今天如果说有个地方孩子能够去 能够安静 然后父母亲能够一个专心的聚会 听讲道 这样的东西是不是好的 Yes,我觉得this is good 我不想要说这是一个bad thing 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目标 就只是放在这边而已的话 那我相信我们会lose掉非常非常多的人 今天我们看到的话 不仅只是在他前面这十年的生命里面 在国小的这段期间的时候 他能够安静 然后能够不要吵就好了 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 是我们想要看到他的灵命在成长 我们想要在他的生命里面建造 这样子的一个foundation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当我们看到 这只一个孩子 把他的生命的拉开 拉开来这段期间 可能在这个教会 在他before他去大学之前 这十八年的时间 在某一个 每一个成长的阶段里面 有不同的他的身体上面的需要 心里面上面的需要 他属性上面的需要 当我们看到他不同的年 这个level他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想到说 那我们怎么样来fulfill 怎么样来提供 他这个阶段的时候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yes 今天有一个地方 孩子能够去 能够让他安静 父母亲能够去听讲道 这是不是好的 yes 可是问题是 今天我们的眼光 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边 我们来看看 今天身为一个教会 身为一个父母 我们怎样在他接下来 在这个十八年的时间里面 但他还住在我屋檐下的时候 我怎么样来陪伴他 我怎么样来塑造他 我怎么样来build这个foundation 我怎么样来partner with我的教会 教会里面在做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能够付全家里面 父母亲一起带着他们 带着我们的孩子 一起来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